哈囉大家好 然後今天這個影片 是一個居家小常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這一款 橘子工坊的這個 石器廟用清潔粉 那這個我是在Costco買的 Costco買的 好隨便然後他主要成分 就是 針對水杯啊 茶壺 砧板 就是去除污垢 很好用 那 你在那個密閉容器內使用的話 你使用的水溫喔 不要超過40度齁 要小心一點 塗層跟鍍膜的材質也盡量不要用 但是我的保溫瓶還是有用 對可能那個 不沾過那些可能就不要用了 然後 他其實主要的成分呢 其實就是那個 過氧碳酸鈉 也就是說如果你有辦法 滿到這個成分的話 或許或許因為他就是一個 上面是寫氧氣漂排劑 反正就是這個成分就可以去除了 也不用特別買到這個 那其實你買這一罐 可以用很久 我已經買了差不多五年了吧 才用到 一半不到 一半不到 因為他每次只要加一點點就好了 像我這個 這個杯子這麼的髒齁 這麼的髒 不過他如果溫度高一點的話 他溶解速度比較快 所以 我通常會加一點點溫水 如果你 不趕時間就是放一個晚上 然後他就會 會冒泡 然後那個 那個查過呢 就是會浮到水面上面 你看我像我這個很髒齁 超髒的 因為撞咖啡啊 乳清啊 好 桌面很亂 不要care好不好 好 反正 我們來看一下成果吧 然後通常 這個分量怎麼抓呢 我就隨意 像這個那麼小的杯子 通常 我就放這樣 其實這樣好像有點多 但我就隨意啦 其實 這個一半其實就可以了 我們全倒 管他的 大概就這樣 我就隨便抓 然後我們再加水就可以了 好 好 通常我水都會加到 快要滿出來的這個狀態 然後我們等待他一段時間之後 他就會把那些茶垢啊 咖啡垢啊 把他自己把它帶出來 你不用洗了 那只是說 他全部溶解完之後呢 你要再用那個 清潔劑 再洗過一次 因為他用完之後 其實表面會滑滑的 也不要直接喝 就是再稍微清一下那個茶垢 全部都會掉了 好 我們看一下結果 好 多一段時間之後呢 他已經變這樣 就是他有一些雜質已經跑出來了 差不多已經經過兩個小時了 所以 這樣還不夠 還要再多放久一點 好 放一整天了 放差不多八個小時 你看顏色已經變這樣 基本上這樣應該捏全乾淨了 把它倒掉 好 你看裡面已經變很乾淨 然後旁邊還有一些茶垢 這些都可以刷一刷都乾淨 你看幾乎就全擺了 然後倒水了 那幾乎就全擺了 差很多哦 這個基本上 用這個清除茶垢啊 咖啡果都很方便 啊 就推薦了 推薦給大家 還蠻好用的 好 然後再用洗洁精 搓一搓 就變這麼白了 哦 完全不一樣 全新的 有沒有 啊 就是這樣 好